小朋友们,上课了! 上节课,我们通过学习,感受到了孩子们的一切要去寻找春天的心情。 还记得孩子们找到的春天在哪里吗? 对,春天藏在小草里,藏在早开的野花里,藏在小小的嫩芽和叮叮咚咚的小溪里, 还藏在柳枝上、风筝尾巴上、喜鹊、杜鹃嘴里、桃花和杏花上。 今天,我们就跟随春姑娘的脚步,去好好感受这美好的早春时节吧! 请小朋友们自己亲身读读课文《四至七自然段》。 说说,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谁来交流? 读到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美貌吧? 这句话,我仿佛看到春天来了,小草从地下掌出来,刚刚冒出了头的样子。 说得真好,探是个身子,它的意思是向前伸出脑袋。 早春的小草从地下慢慢地探出头来,它对春天对这个世界都充满了好奇。 那为什么说,探出头来的小草是春天的美貌呢? 你看,这是小小的草牙,这是短短的美貌,多像呀! 它们都是短而细小的。 在读这句话的时候,可以尾音上扬,温柔一些。 听听小朋友是怎么读的? 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美貌吧! 小草清清浅浅,稀稀疏疏的,多可爱呀! 请你也来读一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呢? 我仿佛看到一朵两朵早开的野花,在碧莉的田野里明亮美丽,就像我们的眼睛一样。 一朵两朵,告诉我们,早春的野花非常稀少,藏在草丛里,可难发现了。 竟被孩子们找到了,大家该有多欣喜呀! 一起读好这句话。 早开的野花,一朵两朵,那是春天的眼睛吧! 眼字读音拖长,经读得轻而短,尾音上扬,读出了你们对野花的喜爱,真棒!继续交流! 我仿佛看到春天到了,小小的嫩牙长在树枝上,就像是五线谱中的衣服。 嫩是个身字,读好前笔音,跟我读嫩。 一起读好这个词,嫩牙。 乔,这就是嫩牙,绿绿的,小小的,多可爱呀! 笔是上下结构的字,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负,跟我读读这个词,音笔。 这就是五线谱上的音笔,看看图,想一想,为什么说嫩牙像音笔呢? 你来说,因为早春的嫩牙在树木上是小小的,音笔在五线谱上也是小小的,圆圆的,非常可爱。 对呀,嫩牙就是刚刚冒出的小牙,树木长出了小牙,星星点点的,就像音笔一样,多有趣呀! 听听同学们是怎么读的。 树木吐出点点嫩牙,那是春天的音笔吧! 你听,它快慢结合,把音笔读得跳动起来了呢! 春天还是怎样的呢? 春天的小溪解冻了,我仿佛听到了小溪叮叮咚咚的流水声,那声音就像是婉转悠扬的琴声,多好听啊! 我给大家读一读这句话,解冻的小溪叮咚咚咚,那是春天的琴声吧! 你读准了这两个词语,大家跟我读解冻! 春天到了,冰冻的土地、河流在气温回升式融化,这就是解冻! 叮是后鼻音,小溪流动的声音轻快悦耳,跟老师一起读叮叮咚咚! 春天,这个害羞的小姑娘,眉眼含笑,轻歌漫舞,琴声飞扬! 现在,请你把听到的,感受到的,再送进这四个自然段,读一读吧! 小朋友们 你们瞧,春天还藏在这么多地方呢! 这里有个词,杜鹃。 鹃是个形身字,左边是身旁,鸢,右边是形旁,鸟字鞭。 看,这就是杜鹃! 它们喜欢温润的气候,春天一到,它们就会在枝头迷叫,告诉人们,春天来了! 那孩子们是怎么找到春天的? 再读读第八自然段,找找答案。 谁找到了? 我找到的句子是,我们看到了它,我们听到了它,我们闻到了它,我们触到了它。 触,读翘舌鹰,是碰,撞的意思。 联系课文内容想一想,我们触到了什么? 春天,我们触碰到了柔嫩的小草,触碰到了流动的清清凉凉的溪水,还触碰到了星星点点的野花。 对呀,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感官寻找春天,读的时候可以重读这些动词,感受春天的美好。 听听大家是怎么读的。 春天来了,我们看到了它,我们听到了它,我们闻到了它,我们触到了它,它在柳枝上大秋千,在风筝尾巴上摇啊摇,它在喜鹊杜鹃嘴里叫,在桃花杏花枝头笑。 多么美好的春天呀,让我们配合音乐,跟随春姑娘的脚步,一起读一读课文四至八自然段,好好感受这美好的早春时节。 多姿多姿多姿的春天,让我们陶醉。 孩子们找到了小草,野花,嫩牙,小西。 你找到春天了吗?在你眼中,春天还有什么呢? 根据提示,绑教课文第四至七自然段或第八自然段说一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说的 纷尘在天空随风飘扬 那是春天的发夹吧 桃花在枝头慢慢开放 那是春天的笑脸吧 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那是春天的舞蹈吧 小鸟在枝头放声歌唱 那是春天的歌声吧 我想换一种句是说 春天来了 它在刚开放的春眉里微笑 在刚探出头的小草里捉迷藏 它在花丛中频频点头 在蓝天上和风筝一起舞蹈 说得很不错 原来春天就在我们小朋友的身边呀 只要我们用心观察 就能发现春天的美丽 现在我们要写字了 这一节课我们要写信和真 请大家观察一下这两个字 想一想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对了 这两个字都是上下结构的字 先来看姓 姓写的时候要注意 上半部分包住下半部分 木的树写的稍微短一点 撇跟那要较舒展 下面的口写的稍扁一些 蒸写的时候要注意 竹字头可以写得稍扁一些 蒸字撇与横撇稍短一些 长横要左右舒展 竹钩的竹端在竹中线 现在请小朋友们在语文书上描一个 写一个 今天的作业 请小朋友们仿照课文第四至七字冉断或第八字冉断和爸爸妈妈说一说你找到的春天是什么样的 小朋友们下课了 再见